哈萨克斯坦选举官员说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星期天举行的选举中获胜 这让他的统治进入第三个十年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星期一说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现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在这次有众多选民参加的选举中 赢得了95.5%的选票 纳扎尔巴耶夫说 这些数字证明了哈萨克人民认可 我这20年来所做的工作 分析人士预计 纳扎尔巴耶夫2016年时还将再次参选 而他早在哈萨克还是前苏联一部分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执政 纳扎尔巴耶夫现年70岁 他目前的任期将于2012年结束 但是他拒绝了一项 会将其任期延长到2020年的全民公投提议 随后呼吁进行临时选举 分析人士认为 组织临时选举的部分原因 是想加强纳扎尔巴耶夫的民主资历 从而先发制人 防止发生造反行动 与此同时 哈萨克斯坦的反对派领导人表示不满 认为没有足够的时间 组织有意义的竞选活动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派遣了约300名观察员 监督这次选举 哈萨克斯坦还从未举行过一次 被国际观察员认为是自由和公正的选举